大家好,我叫李杨,我来自北京,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,现在中央美术学院做助教。 人鱼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神话中的一个形象,神话传说的形象。 那我做这个人鱼生死图呢,最初的目的就是想要做一本产品说明书。 就像我们买一个数码相机,或者买一个电子产品,它会有一个黑白的说明书。 可是我为什么要做说明书呢?为什么跟人鱼有关呢? 因为我想表达一个主题,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生命啊,很多大自然的这种产物啊, 因为人们这种商业化的过程,它逐渐逐渐的被,就是被商业化给使用,或者说被利用了。 那么就是我们为了满足我们方方面面的很多物质上的需要呢, 我们把大自然的一些物种,它的形式改造了,比如说克隆啊,比如说干细胞啊。 那么我通过这个作品,我就是说想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种反省,一种反思,大概是这个意思。 那我就利用了这个传统上所讲的这个人鱼的形象,然后假设它如果被人们改造成一种可以买回家里面,可以培养的一种产品的话,它的命运会是怎么样的?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 我觉得绘画的技法,绘画的这种手法,它仅仅是一个外壳,或者是一个工具,或者是一个容器, 在这个容器里面一定要承担文化的,或者是生命的,或者是至少是日常生活的,或者是嗜好的,总得有一个承载体。 那么这个承载体,不是说我们学会了绘画技法以后,自然的就会具备的,这个东西也是要学习的。 那么我个人的选择是选择这个文化,但是我其实我在上大学之前,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,我并不了解,甚至是有排斥的心理。 我那个时候感兴趣的是摇滚乐,我感兴趣的是西方现代派的,那个现代主义的。 甚至到那个时候,我唱崔剑的歌,我都能背下,那个黑豹啊,那些乐队,特别喜欢。 但是上了大学以后,逐渐逐渐地跟传统文化,受这个周围环境的熏陶啊, 我发现,其实传统文化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这种落后的,或者是一种老土的东西。 它其实里面包含这些,用现代人的眼光看,就是非常具有当代性的,能解决当代问题的一些元素。 它,或者我们觉得传统文化是柔弱的,是很温的,是很中,很,就是不偏不倚的。 但是我的感觉里面,它其实里面有一些非常强悍的东西,非常,可以说很,就是很打得开的东西,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是那样弱小的。 那我觉得我就是,我想用一种现代化的一种外壳来包裹这种,我的一些传统性。